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的士駕駛報告》 今天一開工 全灣都是沒有客人 出了來旺角 來到唐尾道 走回Tipicall的路線 唐尾道 渦達路道 博蘭街 剛剛過了上橋的時候 先接到客人在遇過金峰 現在就要過去了 現在就要去到剛才的上橋位的位置 現在轉左 然後直去 然後下橋後就轉右 轉右 然後再轉右 對不起 剛才是說錯了 我坐在看《遇金國鋒》 我經常說錯了《遇國金峰》 因為我覺得《遇金國鋒》好像有點不太順口 不過我會去改口 就是《遇金國鋒》 去這個IFC 一開工就過海 都OK啦 其實有客人就OK啦 之前有好幾次 早上 正常早上都應該會有少少客人吧 但兜來兜去都沒有客人的情況 也有出現過 現在有客人就OK啦 還要過海 過了港島那邊 我相信港島那邊 早上會比較好 有時候 我想前幾集 其中有一集 都試過我自己 早上空車過了海 因為發覺九龍那邊是沒什麼客人的 在這個IFC 先走江樂道的天橋 然後再在這裏出 然後轉右 再轉右 進去IFC上落客 這樣 對啦 在這裏下 好 下完客人之後 又繼續去找客人 在這裏上半山 這些時間 對啦 好 現在就直上半山 經回紅面路上半山 好 這個時候 接到客人 在江德道 好 現在就 上江德道 然後就 在前面的位置 在這裏 等一等客人 這個客人 就由江德道 去深水灣 好 現在就 我們就會走這個 花園道 先到下面 然後再經回高士打道 再上去堅拿道天橋 然後就走香港仔隧道 再進去深水灣 然後再進去深水灣 我比較喜歡 在軍器廠街那裏出的 因為那裏 那裏 這盞燈 就會等得快些 好 現在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 高士打道 一直直去 轉上堅拿道的天橋 然後就直往 香港仔隧道 一會進去深水灣 我的部署是 直橙赤柱 我打算是 因為其實 雖然 之前Uber 我覺得 最近的Uber 我覺得 派單 比較少 不過呢 其實赤柱也是一個 Uber的客倉 我覺得 進去 是有機會 有機會 有客人走 好 好 現在深水灣 在這裏下客 反而你出回去 南區其他位置 黃竹坑 鴨利 香港仔這些 我反而覺得 沒有那麼旺 在這個中數 但如果這個時間 我空車進去赤柱 可能有意外收 我試一試 先說 因為 其實 Uber 其中一個主要客群 就是外國的客人 那 呃 赤柱 會比較多 大家都知道 赤柱 比較多外國人 會居住 而那裏交通 比較 都方便 但是 比較多人會選擇 的士 或者選擇 一些比較個人的交通工具 對 對 好啦 那現在呢 進去赤柱的時候 真的接到有客人 就在赤柱的赤柱桿道那裏 那這個位置轉進來 好 等一等個客人 就由赤柱桿道 去香港會的 Hong Kong Club 那就是在這個 遮打道附近的 其實我之前做外賣 做外賣員的時候 都差不多六年前 都有送過這棟的建築物 所以都會特別有印象 通常我送過外賣的建築物 我都很有印象 發覺自己 好啦 那現在呢 赤柱桿道去香港會 那一路 就出回去 黃竹坑那邊 然後 進回香港仔隧道 出回到 故事打道 下角道 然後 轉回到 遮打道 就可以到達了 香港會 可以 都很快就可以搞定 尤其是現在交通情況 很通順 對 現在車流量又不算太多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在下一個路口 下一個回庶處 我們也是會直去的 對 然後呢 其實很快地 我們都會去到 深水灣 即是剛才落客的位置 然後呢 再一直直去 其實通常 經過這個位置 都會看到海洋公園的 對 另外有些懷念 我們都很久沒有去海洋公園 其實都想去一去 不過我沒有理由自己一個去 但是 現在 那些年輕人好像不太流行海洋公園 我小時候是經常去的 對 對 即是他有首主題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叫 什麼 去玩 去天梨Ocean Park 那個年代呢 我就經常去海洋公園 我小時候很好玩 對 但是很久都沒有去 好啦 現在呢 就 轉回去 遮打道 然後呢 就 這裏 轉左 就是香港會 啦 好 繼續去找客 在香港會 下完客之後 那 再 是沒有接到客人的 那 就想著呢 一直直走 然後呢 看看去到 EBC酒店的位置 看看有沒有客人 沒有的話 就 轉進去 上去 荷里活道 EBC酒店 沒有客人 然後呢 就 上了荷里活道 有客人 不過前面有車 不過有兩個客人 所以就 上了 第二個客人 有時候呢 看到前面的車上客人 有時候不用太心急 要抽頭著的 可能有兩個客人 或者可能 有機會 前面的車會拒載 那你就可以 上到他的客人 有時候也不用太心急 要抽頭著的 好啦 那現在呢 荷里活到 這個德瑞國際學校 好 那現在呢 就一直 上這個 馬幾仙客道 不過前面的小巴呢 我看到他 其實 你可以看到 因為你可以看到 車速的標 他在車廂裡面有顯示 他正在走 19 至25 左右的那個速度 有時候可以上到30 是的 他這輛 車好像 是的 後面就拉了一條長龍 這樣 是的 好 那現在呢 就在這個德瑞國際學校 樂園客 離開 好 那現在呢 想著 下去 走回梅道 地利根德里 之後呢 下去 下去 舊山頂道 然後再看看有沒有客人 再看看 或者Uber有沒有 派單給我 現在梅道轉上 地利根德里 然後呢 就 應該就沒有客人了 好 那我們呢 再回到 舊山頂道 都沒有客人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接到客人呢 就在這個 摩羅廟街那裡 那裡 好了 那現在呢 首先我們去羅變神道 然後這裡轉由 摩羅廟交加街 然後再轉回到摩羅廟街 上客呢 由摩羅廟街 去德瑞國際學校的 又去回剛才德瑞國際學校 但是呢 其實 剛才那位是街客 這位是摩羅廟街 那麼呢 這位客人一上車 就跟我說 有部電話在那裡 有個客人遺失了電話 就放在我那裡 那我 我在想 是不是上一個客人 上一個客人 剛巧都是德瑞國際學校 可能 可能是上一個客人 留下 那我現在上去 可能順便都可以還給他 不過呢 我也要等到電話的主人 打過來 就確認在哪位 我才去送回相關的位置 暫時呢 我這輛車 中途 他都沒有打過給我 好了 那現在呢 就 下客了 不過這次的下客位 有點不同 因為有很多車 保安就會指示你 就要繞圈 然後在旁邊 這樣下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就 好了 下客後 那個客人 就是這個 這個 電話的主人 終於打給我 那 原來呢 就是今早 赤柱去香港會 那位客人 那其實呢 剛才那個客人 都完全 就是剛才 上了個街客 荷里活島 去德瑞國際學校 那個客人好像 都完全沒有留意到 這部手機 剛才那位客人 才留意到 那現在呢 就 歸還回手機 給他 其實我這裏得稅 下去呢 都不用10分鐘 大概10分鐘 左右 那 其實沿途呢 Uber 也有派單給我 但我做不到 就關掉機 那樣 即是我就關掉了 Uber 就 等一陣先 還了手機 因為 好麻煩 我知道 要去報室 那些 就是 要去 就是 要去 警察 那些 是比較麻煩的程序 又要用我時間 算了 現在 就 下來 香港會 還給他 那 可能大家 會關注的是 那我有沒有收到 任何 extra 的報酬 或者怎樣 是沒有的 我都沒有要求 那唯有就 功德加一 其實都很小事 以及我剛才去的位置 都相當之近的 是啦 那就 功德加一 是啦 那 那就 好 那現在呢 就繼續呢 就 剛才上了客人了 均月酒店去一個 IFC 很快去到 那裡 這裡 我們轉右 然後呢 就 直去 就會到達 IFC 一個比較短的行程 不過無所謂的 很快就搞定啦 這裡 好 這裡呢 就 下客啦 然後呢 就繼續去找客啦 咦 看到香港站是人等車 那就直接去賣站啦 好啦 那現在這個位置呢 就香港站 就上客 去這個聖保羅男女中學 好 那現在呢 首先這裏呢 我們就直上紅面路 轉入麥當勞道 就搞定啦 很快就搞定啦 我還要是呢 不會跳標 原來都會跳一下的 我記得就好像是金鐘 站 如果上去 呃 聖波好像是 不會跳的 我印象中 試過 類似的 不過就 香港站就會跳 好啦 那現在呢 就在這個位置 下客 下完客之後呢 就 離開啦 不過這個時候呢 都 交通也有點堅固 不過趁這個交通 即使的時間 我就接到下一個客 很近的 就在這裏 就在這個中盛大廈 麥當勞島中盛大廈 那麼 我們進去 繞個圈 先 在這裏 那 就 上個客 就在麥當勞島 中盛大廈 就去 置地廣場 對啦 那如果去置地 即是我們經回花園道呢 就下回王后大道中 這樣就 進去置地廣場 下客位 就搞定 好 那現在呢 就 直去這個 花園道先啦 我們要切到最左邊 那就 下去這個王后大道中 然後呢 就 這幾個路口都是直去 然後呢 這裏都是直去 一過了這個路口 之後靠右轉進來 這樣下客 下客後呢 Uber再派了下一個客 給我 同時間呢 現在也是有一個 叫 路路上 即是 其實就是 可以加二十五元 一支旗 好了 那就上環 紋銜東街 去中環 士丹頓街 的 好了 那就 這裏呢 就上回荷里活道先啦 然後呢 一會呢 就 在前面的位置 是有個位置 就 在這裏轉右 就可以上回士丹頓街 這樣下客 下客 下客之後呢 就繼續去找客 再給我 在這裏 医 近利 近利 医 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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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在這裏 舊山頂道的遞景園 現在就上去遞景園 右邊這個位置 遞景園就去尖沙咀的太子酒店 好 現在就 我們首先要在這裏移到花園道那邊 我們可以直到花園道 稍後就下了花園道 通常都會這樣走 就是走金鐘道 直到軍器廠街才轉出去 其實如果你由軍器廠街轉出去 有一個巧妙的位置 一定要靠左線 然後 要盡快抽出來才能去到洪水 不然很快會變成實線 你到時就麻煩了 有一個巧妙的位置 軍器廠街出 然後你要去洪水的話 你一定要提早拿出左線 以及一落橋要盡快 剪出去最左的兩三條線 不然你就會很麻煩了 就是這樣 要 要上橋前有這個mindset 不要在這裡不斷爬頭 不然到時候你真的不知道要剪多少條實線才行 好了現在就去太子酒店 我看到對面就很失車 對面入洪水也很失車 其實 原本有想過好不可以在橋底 在橋底 又回到對面 然後再經到梳士巴黎道去 但那裡很失車就不這樣走 反而這個 俄士頂道 其實就很暢痛 其實 這一段的俄士頂道 西行 非常之暢通 我們很快來到這個路口 轉左之後一直直去 就是太子酒店 好我們現在就轉左 廣東道 一直直去 前面 這個旅遊巴 應該是進去太子酒店 即是進去這個位 好現在就落客了 落完客之後就繼續去找客 把車頭方向交往西九龍海皮的位置 這個時候就接到下一個 客人就是這個會洗的 同樣地也是有獎金 這個是有加成的 我看到加成都挺高的 通常這麼高的加成 原因都是因為這支旗 距離可能本身的距離不會特別長 就要高一點的加成才會有些師傅肯做 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繁忙時間 呃 所以 他現在又有加成有獎金的話 其實加上這支旗其實 不便宜的 即是你 計算一下數字的話 我接下來下一支旗是要 差不多九十五元的 我記得計算過數字之後 但其實這個距離是 不足兩公里 很快就搞定 好啦那現在下了 不過呢 就這樣說 因為其實呢 雖然這支旗其實是很快就搞定 但其實你上匯洗 上匯洗平台 都要耗用你一些時間 又匯洗平台下回來都要耗用你一些時間 匯洗是比較麻煩的 要產上五樓平台 這樣就 對啦 好啦那現在呢 同時間又有一個 另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沒有去開匯洗人 你很容易就 miss了一些路口不知道怎麼上去 因為他的導航是永遠都是錯的 在Uber上面的導航 永遠都是錯的 兩年了 我做了差不多兩年多 都依然是錯的 那麼就 不過你熟的話就沒問題啦 好啦 那麼現在呢就繼續呢 接到下一個客人啦 圓周街去Airside 那麼就 在這個 啟德那邊的 那麼我們首先就跟著導航啦 轉回長沙環道 一路直去就可以上天橋 再去駕駛街 好啦那現在呢就繼續直去這個長沙環道啦 前面就可以上橋啦 然後呢就 呃現在來到界限街啦 比較多車啦 不過已經算 算我覺得算OK啦 不算極度塞車 啊 如果再繁忙一點的街限街呢 尤其是這個S位呢 是可以停了在這裏 對啦 可以停在這裏拉手掣 這樣就OK啦 有點繁忙的時間 其實現在也算是這樣的啦 好啦 現在呢就 稍後呢就切回去上橋啦 然後呢就 稍後呢就 稍後呢就連接三條線啦 去回最左的 這樣才可以去到AIRSI 對啦 那現在呢就上回來這個位 AIRSI呢 其實都已經在右邊的位置的啦 那你稍後呢回船處 去回這個三點鐘的方向 就在這個位置出 那他就去這個office的這個位置的 好AIRSI這裡下客啦 下完客之後呢 那其實這裏如果最近 會有客的位置呢 我想到的是奧雲峰啦 吐瓜環那邊啦 或者是 呃 或者是啟德那邊啦 啟程村啦 好啦那這個時候呢就已經接到下一個客人啦 就在這一個的啟程村的 好啦 那現在來到這個位置啦 首先在這裏調回頭線啦 那其實呢 現在上個客人啦 由啟程村去永樂街啦 那就一定是失到傻的啦 那客人問我說 喂 呃 如果走東瑞會不會好一點啊 我說其實都應該是一樣的 東瑞也是失的啦 那其實現在三碎分流之後啦 在繁忙時間 無論是紅碎 東瑞 西碎呢 都是失的 而他們失的程度 我覺得都是差不多的 其實現在 真的有分流到的 現在就不能說比貴一點 走西碎會快一點 那支歌仔唱 就沒有的 現在 現在走東瑞和紅瑞也是同樣堵塞的 其實 那麼就 去永樂街啦 其實呢我本身呢 過多差不多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後 我就有些事要在九龍這邊做的 有些私人事要做的 不過現在才來過了海 那麼 都沒有辦法的 我自己也沒有設不過海 在Uber上 其實可以設的 那麼就沒有辦法啦 要塞一下車 不過這個時候我發覺呢就 這裏呢就很塞車 就 使用一個方法啦 就是 這個PolyU 那個位置進去啦 可以在橋底U-turn 這樣應該會快一點啊 你看到 這裏是比較暢通的 雖然也不算特別暢通啦 但是 會暢通少少的 那邊 就是測鹹道那邊 那邊就真的很失敗 還有呢我們一陣子就 完全就不用剪線啦 如果走這條線的話 因為我們走這條線就已經是在 如果你測鹹道上來呢 你怎麼都要剪回右一條線的 因為如果你一邊直去的話 那邊就是巴士線 那邊就是 對啦 那就 如果我們走這條線呢 我們完全就不用剪線啦 很Smooth 就可以進去這個隧道口的啦 通常過了跟著巴士線那段呢 這條線就會很通的啦 就是這個位 過了這個位 前面的士就想剪去右邊 那他應該就不太懂得走的啦 好 那他就慢慢在後面啦 好那現在呢就進這個 洪水啦 很快就進到洪水了 其實也不用很久了 那也OK啦 現在就 繼續直行洪水啦 同時有時候洪水會停在這裏 不知道做甚麼啦 好那現在呢就 如果一陣子出了洪水之後就很簡單啦 高士打道 下角道 江樂道 然後轉回 無限極廣場的位置 轉回左 進去 那就是永樂街的啦 大致上就是這樣啦 這個行程 同時也不算太失車 就算 上紅面路的位置也不算太失車 那也是OK的 今天有加通情況 我走的位置也不算太失車 除了剛才紅碎的位置也不算太失車 好了 現在就這個位置轉左 然後直去就是永樂街啦 看看客人想哪裏下 現在就在前面這個位置下好 下完之後就離開 那我們就 嗯 在附近 打算去一下荷里活道那裏啦 上去荷里活道那裏看看啦 荷里活道那裏周不時會有街客的一條街道啦 現在看看有沒有機會能夠上到街客啦 但是呢 沿途也好像沒有街客啦 現在就轉右 上去堅道那裏走啦 前面在吊東西 吊這些 HPile 就是一些公子鐵啦 依利更加上去環球大廈 這輛車 應該也是去回剛才依利更加的位置 運送那些HPile 那些公子鐵 現在就依利更加上去環球大廈啦 把雪寵街下去 往後大道中 然後轉右 一直直去 前面就是 這個 環球大廈啦 好 下下 環球大廈下下之後呢 我打算去中環碼頭的 其實我就 接多一支旗之後呢 我都要回到九龍的啦 而且呢 HKTax上有 回九龍的旗的 但不能按 按不到 即是其他師傅都手速很快 我完全按不到 那沒辦法了 呃 唯有就隨便接多些港島的旗之後呢 我就自己空車回到九龍啦 沒什麼所謂的 好啦 那這個時候呢 就在中環碼頭上到一個街客 那就是去山頂廣場的 好啦 那我們就 轉回 然後呢 我們就 一會兒就上紅棉路啦 經馬幾仙峽道 就上山頂 那現在的士加了價格之後 我記得以前呢 上山頂廣場的旗 中環碼頭 好像是 以前 我入行的年度好像是 70多元而已 不過現在這支旗就要90元了 經過兩次加價之後 都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價格 不過呢 其實在山頂廣場的旗 其實 人們會這樣說 起數慢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呢 這支旗呢 其實就不算特別長的 其實如果計算行車距離 只不過呢 上山的過程呢 其實車速會比較慢 所以呢 其實就會用你比較多的時間啦 但其實車費呢 不算特別高的 對啦 但現在我也覺得OK啦 90元 不過呢 現在這個中數上到去呢 那我就一定是吉車走的 因為我要有事在九龍那邊做 但其實如果你這個中數上到去呢 就慢慢在那裡坐 等 因為這麼早 未必有遊客會走著的 上面的 客流量比較少的 可能附近 那些人 附近可能也有些人會叫一下車的 對啦 不過 也很多人呢 都有自己的車的 好了 現在呢 來到這裏的士大排長龍 這個大排長龍 那呢 我在這裡走客 玩了客後 便回九龍做一些私人藝師的 都處理了一段時間 到中五十一點多 近一點 才再出現 繼續載客 好了 那現在呢 就來到坑口站 但坑口站呢 見到排了六部的士 我就不想排 兜一下吧 平時你不會期望我去的位置 平時我兜一下就可能會去 看城那邊 但這個時候 心血來潮想去將軍澳 至善街這邊看看 至善街這邊沒有客人 想去Donkey那邊 但左邊有的士 我看到他是沒有客人 他有一輛空載的的士 我跟著他後面也沒有運行的了 轉右吧 這裡有客人 天進二這個位置 去美孚 很遠的 這個行程 最後的車費我都記得 好像是166元 非常之好 突然上到一個比較長的街客 其實呢 有很多種行法的天進二去美孚 我有查過的 有兩種行法 行龍長道 也可以 行觀塘妖道 啟德瑞道 家事居道 天橋 麗橋 也可以 兩條路線 只是差100米 哪條路線是短100米 就是我走的這條 觀塘妖道 啟德瑞道 家事居道 麗橋 這條路線是短100米的 反而你行龍長道是會長100米的 如果你行龍長道的話 就一路去到 長山橫 近著金泉街巴士中站的位置 然後再繞圈 出回長山橫道 然後再去美孚 兩條路線的行車時間 其實都是雙約啦 差一兩分鐘 所以我問過客人 你想怎樣走呢 美孚 他說 除我喜歡啦 然後我就說 走這個 啟德瑞道 家橋 麗橋 這條路線 其實 不塞車 都很快可以去到 龍長道那條 應該是塞車基礎 都有的 其實觀塘道 都可以塞車 如果我說 走這條路線 家橋 都可以塞車 所以其實 兩條路線 都各自有 可能塞車的位置 不過其實 這個中數 應該就不會太塞 所以走兩條路線 其實 都是釋除尊便啦 看你喜歡怎樣走 好啦 現在就來到美孚的位置 問客人哪裏落 之後他就說 轉左進來 好了 這個位置落 落完之後 就繼續去找客人 好 進來美孚的通道 其實有機會都可以上到客人 但是暫時就沒有了 咦 這裡有客人 他叫他調回頭過來 美孚就去佐敦德興街啦 這個 客人叫我 過這些薄位的時候 走得慢一點 因為他最近傷了腰骨 如果走得快 會怕痛 之後呢 就怕腰骨痛啦 之後 我聽到他這樣說 儘量也是以一個極度克制的駕駛態度去完成這個行程啦 如非必要 我都不會剪線的啦 我用一個非常保守的 無論是前面的車 走得60多 還是50多 我都跟著他走 對啦 就不要太多剪線 不要太多的 不要太高速地過一些位置啦 好啦 這些時候呢 都是不用剪線的啦 直接跟著 現在的線這樣走 好啦 前面轉左就是佐敦道啦 然後呢 我們就去佐敦道呢 一直直去啦 然後呢 再去到 過了彌敦道的位置 之後呢 我們再要右轉 就是這個位置右轉啦 然後呢 再在下一個位置呢 就再右轉 對啦 那麼來到這裡再右轉 那麼這裡就是德興街啦 那麼我們在右邊這裡呢 就落客啦 落完客之後呢 就繼續去找客啦 好 來到佐敦道這裡啦 那麼其實呢 就儘量 我打算盡量回到左邊呢 就看看有沒有機會有客啦 不過都沒有啦 好啦 那麼我打算去一下 原本想過好不好去入石遊戲的 入石遊戲呢 就轉右啦 那麼就進回Ossedino 再右轉回的 但是呢 我看到轉右很實斜 或者算了 轉左啦 你不要入石遊戲啦 本來打算去那個西九龍的氣站 那麼就轉右 剛才你看到 前面那邊的塞車 那麼就免得走那邊啦 轉左在Ossedino啦 那麼再滾多一會 看看有沒有街客啦 有街客啦 有街客喔 Ossedino去 鎮萬廣場 偉業街啦 那麼我們就可以觀塘妖道呢 一路走到禮港城那個位置 才落回橋 然後轉入鎮萬廣場啦 好啦 那麼就轉左 左邊那條 其實可以在這裡 左邊那條轉左的 但是呢 就比較多斜 所以就走到右邊 那麼一直直去啦 在這個紅隧口那樣再 出去呢 其實都一樣的 那麼現在呢 就來到這個位置 下回去 這個的 上回去這個的東九龍走廊 一路直去 那麼我們呢 就 其他隧道都可以靠著一條右線的啦 因為都 就是啦 一陣子我們都是保留在一條右線的 因為 好 出來狗展這個位置啦 都是保留在全程右線 那麼我們上這個 觀塘妖道啦 上去觀塘妖道之後呢 其實一陣子我們就要走回 靠左邊啦 然後呢 我們一落橋就靠回最左的啦 現在呢這個 橋面啦 其實是 都是有點失車的 因為呢 就下面的燈位啦 還有現在進去 可能落橋的車比較多啦 加上燈位之下呢 就比較失了 好啦 來到這個位置啦 其實鎮萬廣場呢 就在前面轉左而已 這裡落客啦 好 落完客之後呢 就打算去入氣的 好 現在呢 就打算去入氣 不過這裡呢 就一定要轉左的 好啦 我們先轉左先啦 然後呢 再在這個位置 就轉 靠左邊呢 才可以調回頭 無獨有偶地呢 今天其實有好幾位客人呢 都是要用電子支付的 其實我只得呢 這個PayMe啦 還有轉數快 那時候 今天有三個客人都要用的 如果他不問的話 我不會提出的 我正常都是會修研的 不過他問的話 我就有PayMe和轉數快啦 好啦 現在呢 就 去入氣啦 入完氣之後呢 就繼續去找客啦 好 現在呢 就轉右 其實原本打算呢 就 好不要上橋的 就去 可能去藍田啦 去油塘那邊的 不過就 最後又免費啦 就免費左刀人啦 因為我拿著一條最右的那條線 順著這樣走啦 可能去翠平道啦 對了 現在呢 就轉入翠平道先啦 就 一直去掃一下翠平道 看看有沒有機會有客啦 其實也有機會的 通常那些人呢 在翠平道是怎樣等客呢 就在迴旋處位那邊等啦 因為那些是村口位啦 就不時都會有客人的 對了 那就在前面 這個位 那就打算在這裡 排一下隊那樣啦 但是 排隊 好像不是我的Style啦 最好我感覺到這個位 好像沒有什麼客流量 那都是 不要在這裡排啦 我打算都是走啦 扭走 OK OK 那我看到對面的翠平道的士站是有客的 但是可惜啦 我是 雙八線 我不能夠掉頭那樣上客啦 沒辦法 我現在打算去的位是 可能是油塘那邊 不過我可以試一下 藍田站先 我打算進去藍田站 看看藍田站有沒有的士排隊 沒有的話 我就排一下隊啦 那就好了 在這裡排一下隊啦 結果是極快上客 那就好了 藍田站 去這個將軍澳墳場 橫永遠墳場的靈灰角啦 最近都是這些 快生的季節啦 那就 是的 可能都比較多客人 會去這些位置的 那我們呢 首先就 直去啦 然後呢 你原門都一直一直去 前面再轉左 然後再轉右 去回 這個位置 就可以一直去到 橫永永遠墳場 好 那現在呢 就 這裡有一些工程啦 就 剛才那位就要收窄為單線雙情行車啦 不過之後呢 都應該很暢空的啦 那今天呢 都算是這樣的啦 其實 在比較多人來擺山的時候呢 這裡真的可以拍滿了車的 左右兩邊都拍滿了 上年也有經歷過這樣的情況 好 那現在呢 就 落回去下面 靈灰角的位置啦 這個位置落客 好 落完客之後 看到了 這個的士站人等車 將個橫永遠墳場靈灰角 去這個遊堂大本營 因為客人一上車就說 最近的地鐵站就是大本營啦 現在呢 就過去這個大本營 先的 如果一陣子沒有客人的話 都可以衝上來 靈灰角這個位置 這裡有很多客人 不過呢 其實你衝上來 我想都要10分鐘啦 還有 我想這裡很多客人 都應該是去大本營的 因為呢 現在是沒有公共交通工具 去這個靈灰角 除了特別日子 只有這個14S之外 14S巴士之外 其實平時都應該是沒有的 所以 主要都是靠的士的 對了 現在呢 就來到這個大本營 哇 極快上頭位 極快上賣客 大本營呢 就去尖沙咀碼頭的 那就 拜拜啦 將軍澳環永遠墳場 我應該就不會再去的了 沒理由大路遠的 刺車過去吧 雖然那裏有客 對啦 現在呢 就 我去尖沙咀碼頭啦 其實都不用抽出去 說走觀寒妖道的啦 其實直去就OK啦 一直直去 就可以去回啟德隧道的啦 對啦 你看到這些燈都很順暢 全程都是非常暢通 好啦 那來到MegaBoss這個位置 然後呢 前面的狗剪 好 我們現在呢 就下回這個啟德隧道 一直直去啦 其實本身的客人呢 是說去海港城的 因為最後呢 改去了尖沙咀碼頭啦 對啦 現在呢 就靠左邊先啦 然後呢 靠最左啦 一會就可以直入這個洪水口的位置 那我們再經回洪水口旁邊的一個出口呢 就可以去回梳士巴里道 好 現在呢 靠左邊呢 就這個位置 好 入得 好 現在呢 就走回梳士巴里道啦 然後就 哇 這裏有很多旅遊巴 然後我看到呢 那個尖沙咀碼頭 星光大道的位置 有些水舌不通呀 超多人 先知道原來現在是那些什麼 又是那些大陸那些放的 什麼黃金舟的 所謂的 超多人的路口又是超多人 在尖沙咀碼頭 那現在呢 就直去 然後呢 就在前面下客 然後整個位置 整個後面的位置 都是超多人 不過呢 雖然是超多人啦 但是呢 就沒有說超多的士乘客的 好啦 那我現在呢 在這裏排隊先啦 其實很快就上了這個頭位 不過呢 我上了頭位之後呢 都排了好一段時間呢 才有我的客人呢 就上我車的 中市附近 你會留意到 很多人流 但是呢 都沒有什麼的士的客人 然後我看到後面 緩緩地 有些客人走過來啦 那我上一客就由尖沙咀碼頭 去IFC 喔 其實後面呢 有天星小輪的 我想呢 我想呢 可能這位客人呢 是 看到是遊客來的 我想他們看到呢 那個天星小輪 可能要大排唱龍 很多人在買票 還是怎樣呢 之後他們就決定 索性坐的士的對面 之前都好像有這些情況 即是那個尖沙咀碼頭呢 就 太多人了 太多人想坐這個天星小輪 對啦 那現在呢 就 尖沙咀碼頭的IFC 啦 雖然呢 其實現在來我郊間的時間呢 只剩下 不算太多 但是這個時候才去 過海 但是 都OK的 因為我們是街客來的 街客去IFC 街客過海呢 就可以 有來回程 隧道費收啦 其實我空車過海 一樣的 跟你做九龍本地的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覺得 還有現在一定不會失車啦 篩碎 好啦 現在呢 就去回 走上落客的位置先啦 這個位置落客 落完客之後呢 就離開啦 那麽就 在這裏 打算就 不像亂繞一下的時候 看到這一格 日鏟LOTE POWER的士 我就打算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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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 等下 就即使�berg不在啦 好 之後呢 就想著自己亂遠遠弄自己 ne 可能 去附近 可能是在大坑那邊 我本來都是打算 然後 就去 drive Fifth Part work 放前 就只能接到那一個客生 在大坑道 光明台 這就是 又說回我以前做外賣員的經歷 我都試過銅鑼灣送外賣上去光明台 走路 不是坐車 也有試過 光明台也是其中一個很有印象 如果你在大坑接到外賣上去光明台 又不算是太辛苦 一條樓梯上去 不過其實很快走完 光明台就去加勒薩議員 在舊山頂道 現在我們出到告示打道 然後震驚 紅面路上去 剛才看到告示打道上去堅拿道天橋的位置就很失車 其實這裡上紅面路的位置相對上很通 有時候告示打道上紅面路是可以極度失車的 不過今天呢 走過幾次這個位置都算是很通訊 好啦 這裡突然間很失誤 對面線更加停在這裡 對面是拉手掣的 不知幹什麼鬼 好啦 現在呢就去加勒薩醫院 轉左然後再轉右就是加勒薩醫院 好啦 進到這個位置下客 下完客之後就繼續接到下一個客人 下一個客人就在梅道的 我們轉右然後 再在前面 梅道口這個位置轉進去 上回這個橋 然後呢 在旁邊那裏就停一停等一等客人 就從梅道去這個荷里活道 其實我應該在這個位置轉右上地利根德里 下回舊山頂道 再下回下面走會好一點的 因為呢 我是過了地利根德里的路口位置才醒起 哎呀 糟糕 花園島那裏很困難 現在已經是塞塞的了 對了 那就 呃 所以其實剛才應該是想地利根德里這樣轉回去 但是一會我們都會靠 左邊這樣下去 其實本身的導航竟然是推介我走和後大道中 還要全條紅色的都這樣推介我 那我當然不會這樣走 應該要走左邊 走到左邊這個位置 這樣下去 經回威寧頂街 去回後段這條皇后大道中 先是路的嘛 如果你走 你走 自地廣場外面那段皇后大道中是極度痛苦 而且剛才花園島那裏還要極度塞車 對了 那就是 不過呢 雖然他沒有推介我走這條路線 不過呢 我從交通情況 即是我也有開著導航去看回交通情況 我確定了我現在走這條路線是暢通很多才走的 那麼最後很快就到了荷尼會道 好了 現在就去入氣膠間了 那麼今天呢 中間是做了一些私人事 不過其實呢 基本上的營業壓都不算太差的 都ok的 而且呢 今天其實都 近期呢 就Uber的派單比較少了一點 那麼今天其實都是一半一半的 Uber一半 街客一半的 其實今天都上了一些幾長的街客 所以譬如 將軍澳去美夫呀 或者是有些街客會過海呀 其實都不錯的 這一天 好啦 那這集呢 就去到這裏 就這樣吧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